八点最热报podcast是由幽默宝为你呈现 欢迎收看八点最热报 你好我是严江汉 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热报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则新闻 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之后呢 我们发现到全国的证据已经出现了改变 结果显示呢 曾经是马来人首选的巫统 他们的马来基本盘 已经被伊斯兰党跟土团党所组成的国盟侵蚀 昨天我们在专题报道当中给大家提到 即使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和首相安华合作组团结政府 未必能够让马来选民回心转意 而今天呢 巫统森布隆国会议员西山穆丁呢 他本身也承认 随着国阵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惨败 输到只剩下30个议席 如今要挽回民心呢 巫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并且呢 不容许再走错任何的这个一步 那作为巫统的资深领袖呢 西山穆丁呢 目前被排除在政府的权力核心之外 针对他的动向呢 也是谣言满天飞 这也迫使他亲自拍视频 对外表明 他是不会放弃国阵 来粉碎自己跳槽的传言 离开国阵 并加入其他政党的这样的传言 西山穆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强调 自己从过去 现在到永远都会留在巫统 外界对他做出的任何揣测 都只是为了诋毁他 他也表示 如今的他无关一身轻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为巫统的生存和未来做些事 他也呼吁所有巫统和国阵成员 可以从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结果中 反省和醒悟 并做出改变 以恢复选民对巫统的信任 除了西山穆丁表明将坚持会留在党内 在大选中落选的前卫生部长凯里 似乎也是誓死与巫统同在 而且更有消息指他有意竞选巫统 党主席一职 日前他在TikTok上简短回应 目前他还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动向 年尾雨季水灾来袭 最新的消息是 雪兰娥沙拉越沙巴也遭遇了水灾 当局已经在以上三个周数 开设了七个临时的疏散中心 目前全国受灾的周数 已经增加到八个 全国水灾灾利人数多达五万多人 并有五人不幸罹难 目前绝大部分的灾利都来自 登加楼和齐兰丹 另外大马气象局表示 沙拉越有好几个地区 预料从即日起一连两天会下豪雨 其中列入危险等级的地区 包括了古晋 西连 撒马拉罕 斯里安曼 同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也要求启动各州各县的天灾管理委员会 关注高风险地区提升戒备 应对随时发生的水灾 至于半岛东海岸 吉兰丹河的水位有明显的消退 登加楼的灾情也稍微有所缓解 总灾民人数开始下降 至于早前在水灾高峰时期 因为身在纽西兰度假不见人影 登加楼中午大臣阿末·三苏里 他今天终于现身 并且向灾离公开道歉 登加楼大臣阿末·三苏里 在水灾期间出国度假 饱受批评 今天是他从纽西兰回国后首次露面 并向所有灾民道歉 他表示他无法为自己找任何借口开脱 他明白不管什么样的解释都没有意义 但同时阿末·三苏里也澄清 他其实一直都在密切关注水灾的情况 早前他之所以决定出国 是因为登加楼水灾有减缓的迹象 只是没想到他出国后情况恶化了 从每一段时间和每一段时间 我决定出国家决定出国 之后发生了减缓的迹象 甚至是时间的迹象 只会发生了减缓的迹象 新洲统计局说土著占62.6% 华裔28.7% 城市华人更少了 中国报 全民集系黄少奇 有望近日找到他小弟弟回家了 受到北极寒流的影响 美国多个地区的气温近期急速下降 前年开始出现了冬季风暴 带来了巨量的降雪和狂风 尤其是位于美国西部地区的州属 像是科罗拉多州 当地的气温从摄氏9度急速跌到零下26度 怀尔明州从摄氏3度下跌到零下30度 美国国家气象局就形容 这是美国一世代只会看到一次的冬季风暴 呼吁民众要提高警戒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 在即将到来的周末部分地区的气温 将急速下降到零下46度 甚至零下57度 这可能是美国40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圣诞节 所以当局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戒 同时恰逢圣诞节跟年末的假期 目前是美国最繁忙的旅行时节 可是单单在昨天 美国就取消了2180趟飞机航班 今天另外再取消1600趟 而这一趟这场冬季风暴 估计将会影响超过1亿人 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美国多地迎来百年罕见的冬季风暴 其中在克罗拉多州首府丹夫城市 当地的公路几乎都被大雪覆盖 汽车上也堆积了白雪 民众需要打起12分精神 才能在湿滑的路上驾驶 针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美国总统拜登 昨天在白宫召开记者会说 他已经听取了国家气象局 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简报 而政府也已经准备好 帮助各个地区度过这场风暴 他也坦言这次暴风雪 跟以往不同不能轻视 这不是像是雪天 这不是很严重的事 震荡 超级冷的 weather 你能看到的图片 计划的地方 在50度上 这里是危险和危险 这场突如其来的东西风暴 打乱了民众的外出行程 美国多趟航班因此取消 机场里滞留了许多 等待起飞的民众 为了不打乱行程 有民众在发现航班取消后 索性购买了不同航空公司的机票 设法增加成功起飞的几率 我们昨晚计划新航班 然后他们在航班上离开 疲惫 疲惫 饿热 真是不希望的 我们一直在等待 在看我们的电脑 确定它不会被改变 飞到其他地方的影响 可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 它不会被拒绝了 面对恶劣的天气 有受访者表示 它打消圣诞节出游的计划 并储存物资 以便在圣诞节前后 不必外出采购 下节热报 猪肉价格涨到太离谱 农历新年民众只能无奈吃贵猪肉 我国的猪肉价格 在今年内是一涨再涨 上个月农场的生猪价格 每100公斤再涨60令吉 这已经是一年内第十次的调涨了 回顾今年年初的价格 市场上每公斤的猪肉价格是13令吉 可是来到今天 根据猪肉摊贩的说法 每公斤的猪肉 价位是落在22到26令吉之间 涨幅是直接翻倍 是史上最高的水平 虽然目前生猪价格 仍然维持在11月的价格 但是有猪肉摊贩说 农历新年就迫在眉睫了 猪肉再次涨价 恐怕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对于每逢佳节猪肉 是华人家庭消耗量比较大的肉类 大家是如何看待猪肉越来越贵 甚至贵得离谱这件事呢 现在我们跟着八点四日报记者 吴倩宜被会寒的镜头 到吉隆坡半山巴大巴沙 听听民众和猪肉摊贩 以及饮食业者他们的看法 走进吉隆坡半山巴大巴沙 好几家猪肉档口平邻而立 摊位上分类摆放着不同的猪肉部位 不过当记者问起猪肉涨价的课题时 猪肉摊贩是摇摇头 打探生意难做啊 猪肉涨价 虽然有些猪肉摊贩声称 并不是每次都跟着成本增加的同等比例 调高售价 但涨幅还是让许多民众摇头和无奈的 农历新年临近 有受访民众表示 他们将会减少购买猪肉的分量 或寻找其他食物替代 因为我知道他一直都这样 找其他的代替品 吃鸡 买鸡 我现在就是要赶做青奶鸡 不过说到吃 也有人认为该吃的东西不能省 尤其是华人过年 餐桌上更是不能少了猪肉 除了猪肉饭和民众 走到巴沙附近的餐厅 以售卖猪肉料理为主的饮食业者 也是苦不堪言 纷纷埋怨猪肉价格如今已经达到了史上最贵 至于会否将上涨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他们则是持有不同的看法 最多是一年骑制嫁 辛苦是我们自己了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子起价 根本没有顾客 猪肉到底为什么越来越贵 猪肉摊贩民众和饮食业者提出各种的说法和看法 有的说因为马币贬值 外国进口的饲料起价 有的则认为早前一些地区发生过非洲猪瘟 导致我国猪肉产量不足 才引爆这一波接一波 好像没有尽头的涨价潮 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 没有人知道 不管什么原因 猪肉价格一直在涨 消费人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要吃只有吃贵猪肉了 而人民选出来的政府 他是否又可以拿出更好解决民困的方案呢 对许多人来说呢 这个手机不小心摔在地上 那是经常会发生的意外 运气好的话 可能只是手机的外壳受损 不影响手机性能 但是如果摔得比较严重 那手机的荧幕破裂 需要维修的话呢 费用就不便宜 最近有一家知名的手机品牌 就推出了一款号称 非常抗跌耐摔的手机 能够减低用户对手机屏幕碎裂的焦虑 我们来看一则市场热报 知名品牌旗舰级手机 在马来西亚首销当天售庆 除了搭载各种业界领先的黑科技 同时也是全球首款 采用昆仑玻璃的手机 使手机屏幕十倍更耐摔 我选择华为MAT50 Pro昆仑版本 因为手机掉在地上 荧幕也没那么容易破裂 大马用户如今只需要几个步骤 就能使用各类谷歌应用程序 我就想来跟你们分享 就是关于谷歌方面怎么使用 只需要进入这个华为APPGallery里 下载这个Lighthouse的APP 安装之后就可以正常地下载 主流的谷歌APP 每次进来的时候 我都会进去华为的APPGallery里 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扫描做安全的检测 因为它是可以保障我们的隐私 还有手机的安全 全新配色的昆仑版已经开售 马上清零品牌体验店查询更多详情 下节热报 猪肉价格涨到史上最高 哪个缓跌出了问题 猪肉商和猪农各有说辞 本地的猪肉在一年内涨了10次 生猪价格从每公斤7块钱涨到14块钱 至于生猪肉零售下 也从平均12令吉涨到了23令吉涨了一倍多 有史以来最高的价位 而且在可预料的未来会继续涨 猪肉过去一年价格如火箭般升空 有关方面似乎不闻不问 消费者只能继续吃贵猪肉吗 还是有的人干脆不吃了呢 猪肉价格涨不停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上游负责饲养这个猪汁的猪农 还是下游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猪肉伤呢 还是说成本涨了 商家无能为力呢 宾州猪农工会主席王福生 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导致生猪价格起价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他说是新冠疫情之后 导致全球的饲料价格涨价 他说疫情爆发之前 一吨玉米平均800令吉 一吨黄豆则是1500到1600 但是疫情爆发之后呢 玉米涨到16001700 黄豆呢涨到2800 2900 这样的水平 而农场75%的成本 其实都在这些饲料上面 不只是成本的高涨 他还说雪上加霜的在于 我国在去年12月爆发了 第一起非洲猪瘟事件 更是为本地的猪农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他说啊 只要一只猪感染了非洲猪瘟 那么会拖累整个农场 所有的猪汁都必须陪葬 王福生说 非洲猪瘟已经造成 霹雳州至少有五家农场 无法营业 而马六甲呢 更是全军覆没 这多多少少会影响到生猪肉的供应量 导致生猪肉涨价 不过大马猪肉商总会会长 周宝源则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 他颁出数据说 全球饲料早期确实涨过价 但是价钱呢 已经回跌了 玉米呢 已经从1900令吉 这个价格呢 回跌到1550令吉 黄豆也从3000多令吉 回跌到2600令吉 可是生猪价格在今年内呢 其实从来没有跌价 只有不断在起价 这是非常说不过去的 至于有关非洲猪瘟的影响 周宝源就告诉记者说 他展示了一封来自受依据的信函 他说 根据当局的回复呢 国内真正受到非洲猪瘟影响的猪肢 只是占了10% 情况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所以他也很不了解 为何生猪价格还是没有办法降下来 他说自己经营这个猪肉生意呢 已经超过40年 从来没有看过猪肉价格 以前是会涨价 但从没有涨到像现在那么厉害 可以说完全破了记录 到底是不是有人在操纵 这个猪肉的价格呢 猪肉商跟猪农各有说法 副农业部长陈宏谦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认为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无论如何 他已经会见了双方的代表 希望能够透过协商 找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尤其下一个月就是农历新年了 他说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先稳住猪肉的价格 预料贸销部会为猪肉设定一定的定价 我们的玉米在COVID之前是800块一吨 现在已经是16700块一吨 黄豆呢 之前是1500块1600块一吨 但现在也2800块2900一吨 这些的成本都已经暴涨了 而且农场的75%的成本都在食料 他们的食料啊 从最高峰玉米1900多 到目前为止已经回软到1550了 黄豆3000多也回软了2600多了 可是我们面对生猪价格从来今年没有跌过价钱 一直还要想起价 市面上的猪肉价格为何一直居高补下呢 猪农和猪肉商各有说法各持己见 滨州猪农工会主席王富生不否认 生猪价格因为疫情和非洲猪瘟关系 在今年确实有稍微调涨 但他强调离开农场 每公斤生猪肉都不会超过14令吉 所以消费者投诉市面上的生猪肉价格贵到离谱 他也很不能理解 农场生产的生猪 售卖的是生猪 生猪肉就由猪肉商来卖 就是那些肉饭啊 或者是商家的买卖猪肉 我们只能控制到生猪 其实生猪卖出我们农场之后 我们已经失去了它的控制权 我已经把这头生猪卖给别人 别人怎样定价怎样售卖呢 其实真的不在我的管家范围之内 王富生表示 生猪批发价格定在13令吉80C 至于消费者买到的生猪肉价格 就看猪肉商怎么定价了 他似乎亦有所指 猪肉零售价格涨价 不应该把账算在猪农的头上 那问题的根本是不是出在肉商呢 大马猪肉商总会长周保元解释 不是整头猪都能够卖钱 加上他们也需要支付员工薪资等等 其他零零种种的成本 所以零售价格肯定会比批发价格高 猪肉价涨不停 这笔账不能由肉商来背锅 周保元无奈表示 不少猪肉商经常面对消费者投诉 以为他们操纵价格赚取高利润 但由于生猪价格涨了又涨 他们不得不贵来贵卖 他说如果不涨价 猪肉商根本没有办法应付成本 但如果涨价又担心流失顾客 他感叹生意难做 甚至已经有10%的涂商 因为撑股下去关门大忌了 他们每次以为我们杀猪上是调高价格 可能他们消费人不明白 其实是生猪的价格调上来 必得我们会来贵卖 有一些是活力多销 不敢怎样起价 利润已经相当微薄 面对工人的精进一直在调上来 这个行业我们也是很辛苦去操纵了 周保元表示 大马猪肉商会其实曾经多次写信给贸销部 但当时因为没有华人政府部长负责有关部门 所以猪肉价格高涨的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 如今新政府成立后 他就希望副农业部长陈鸿迁能够介入处理 而陈鸿迁在接受八点猪肉报访问时表示 他会继续和双方代表会面 希望能够找出折中方案 起码在下个月的农历新年期间 可以稳住猪肉价格 前天我见了马来西亚猪肉商种 昨天我也见了马来西亚情畜业的生猪族 他们是猪肉课题的正反双方的编友 他们从他们各自的角度 各自的状况而对这个情况 当然有各自的解读 贸销部其实在探讨在农历新年期间 1月18到26之间会有猪肉顶价和设立 农历新年期间 贸销部预料会为猪肉设立顶价 但这一招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猪肉的价格还是涨不停的话 政府是否会考虑增加进口猪肉 来抑制本地猪肉的价格呢 副农业部长陈宏谦表示 大幅度进口猪肉可能会引起 食品安全方面的隐忧 包括可能有一些过期的变质的猪肉 会因此流入国内市场 他说自己刚上任不到两个星期 还需要跟相关的业者做进一步的讨论 才能有最终决定 无论您去到世界哪个角落 YouMobile都让您尽兴漫游 全新YouMobile给您免费国际漫游数据 即免费接听来电 在全球63个末地地都可享有 然而在马来西亚境内 您也可享有高达1000GB 5G高速数据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 您都无懈可击 详情浏览You.com.m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